啊,so cute 嗨 摩托沙 跟着我一起穿越这个五个窟 泥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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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工作人员在帮我加油 因为我不会加这里 之前就一直很想来 并不是因为世界文化遗传 或是孤独心情 单纯是想去看看 吴格库这个 在高祖运作的时代 仍能保存着一条 仿佛能穿越回千年通道的 顺其遗迹 这次我终于成行了 过了一个庙门一样的地方 然后接着往里走 就是正吴格库了 在这个建筑里面 它是相当两块的 走到了左边 这儿甚至没有人 一切都变得很安静 柱子上刻的东西 都是有讲究的 像开头进来的时候 它们有可以920 那些时间点 应该还是挺有纪念价值 可以看出年代真的是很久远 很多东西都已经模糊不清 被分化掉了 因为这儿雨水的量也比较高 降雨量 这个建筑 真的我感觉是相当伟大的 因为你融入在其中以后 那种壮观的 还有那种肃杀的氛围 还是挺感染的 所以现在要爬下去 到这儿爬 因为我的右脚踝是有点受伤的 在打羽毛球之前 所以现在会有点困难 对我来说 没有人承包了整个五个窟 在这边是不能戴帽子 就这一个丝 然后应该就是它的主庙 挺逗巧的其实 这儿有个窗口 从这里往外看 可以看到人们正在修复 这个建筑 远处都是森林 这里我会觉得 吴哥窟河 整个自然融为了一体 就我不管这是 后期人为的 还是早先它就是这样 但真的很 让你融入那种 这种感觉中吧 一个情景 好 哇 啊 就不太 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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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看到的桌桌桥是一座人工浮桥 这个是什么就像那个塑料桶固在上 会晃然后很软才下去 哇哦 是马龙 好可爱 哇哦小猴子 天哪意外的惊喜 这边有好多小马龙 好像有点怕人 那我还是不要过去 啊 so cute 嗨 摩头沙 这辆车已经被猴子给抢转了 这玩意超开心 还可以往下走 其实我就是没有什么张法的在走 虽然它有游览方向 但是我就瞎走了 这次我也不把镜头穿得朝向我了 因为我觉得比起景点来说 大家肯定不想看我 想看景点 哎呦 哇哦 哇哦 好安静啊 只有我的 在这个角度可以完美的看到高明的微笑 但导游说它是爬不上去的 现在 大家看一个很厉害的东西 这下面是一枝花对不对 网上看 蝙蝠哎 哎呦 洞口 Oh my god 太神圣了吧 蝙蝠下来 对不起 一个小时四十分钟的旅程 我半小时就出来了 呃 我看圣剑四里 这里只有三点九公里 嗯 我可以去圣剑四看一下 嗯 女王宫里这儿有二十一公里 我在想着下午是否要去趟女王宫 因为日落要回到这里的巴肯寺来看嘛 他们都说 对 还有一个塔布隆寺是古墓丽影的 啊 有摩托车以后我感觉 啊 当然可能是因为我没有跟导游嘛 所以就走的 自己走的特别快 哦 自己一个人我感觉已经可以完全 把时间都搞定 一天就可以 那个 特种冰游了 但我不是很建议大家这样哈 也不是 就看个人吧 就 那我 其实还是走马观花为主呢 如果对历史啊 或是感兴趣的朋友 还是可以多 那个一下哈 我们走看一下 哎呀这个岛没有没有手手机支架在这儿就是很麻烦 嗯 嗯 好像要走主 这车在干什么 好慢 这车在干什么 好慢 这就是圣剑四 开头两排 左右凌厉的雕像 石柱吧 那我觉得 很 就是那种 威严的感觉 哎 我的形容词真是太匮乏了 等我这次都拿下回去 我一定好好练一下我的口语和形容词 每天翻字典 这是太口语坏的表述了 不能讲的很好 大家有没有听到 这儿有一种 胡琴加上手鼓加手铃 组成的乐器融入的一个音乐 那我感觉有一些 呃跟中国啊和日本都有点相似的旋律吧 他们还有自己发行的飞便 这里有好多些很漂亮的蜻蜓 啊这蝴蝶吗 看着翅膀像蝴蝶 但它飞行的方式又有点像蜻蜓 而且它的翅膀是透明的耶 来到了圣剑寺的主体建筑 嗯 它的下面的石头 依然是这种 石尖磨痕 哇 这个是 啊所以叫圣剑 是因为 就虽然它没有头 但它们两个都拿着夹 啊这个可能已经没了 但我相信它之前是有 嗯 这里 是一个佛吗 啊是一个佛 佛西头也已经掉掉了 时间太久了 我只能发出哇 我只能发出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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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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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车差点就陷在里面 幸好陷得不深被我自己给抬出来 然后我又往前开了一段 发现肯定不是这儿啊 然后我就果断掉头 其实就是女王宫的停车场 离她的那个宫殿有一定的距离 所以可能开头是我搞错了 那现在回到了正确的路 然后脚上全是你刚才 然后借这边的水管洗了一下才进来 那其实不大的 下午都没人了 几乎就没有人了 我们就不绕了 直接进去 进正门看 哦 这些红色的砖是 原来就有的呢 还是 烧成这样最后 在女王宫的后院 后院吧 还有这么大一片池塘 那在干什么呢 拍到了中间的小镇 往那边 右边过来就是 熊哥湖 我要回去了 但是现在这边阴雨密布 感觉要下大雨 其实已经开始下小雨了 我不知道等会会怎么样 天降大雨 哇 正好我已经开到了大半段 实际上我就死了 我现在领域停到人家的车坟里 躲一下雨 觉得不好意思 哦 但是我不知道 就是好事是 等会它可能雨下了以后 雨停了以后 那天会放出太阳 会很漂亮 所以如果运气不好的话 这雨一直下 或是 呃 它下完以后依然是阴天 那今天八成山的夕阳 我们都看不到呢 不过 通关的明天这雨还不太大 我得先想办法躲一会儿 下过雨的天超漂亮的 半路经过了比利四 我忍不住停下来 因为去城的时候我就没停 但是现在雨后就感觉特别的漂亮 就因为炒地特别日式 所以我想 在这里停一下看 慢了 一九七四年 在东南亚 人类第一次出现反祖现象 又一次雨过天晴 这次真的是出太阳 我们去塔布隆斯看一下 塔布隆斯是 那个安吉利纳朱莉那个 刚才查票 忘记了 接着说 是安吉利纳朱莉演的那个古墓丽影 一吧 对一里面的一个寺庙 它取景地之一 虽然就是 他们拍了这个 好像有影响到一些当地的建筑 就破坏了它 但是也因为这个 塔布隆斯就很出名 现在 这棵树是你种在什么 这棵树是种在这个塔上面的吗 这个寺庙的残骸上 它是这么长的吗 这棵树是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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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厉害的 可以开放 就会一下 再币树 铁树 温树 所有物肆 之类呆 环境的 也是因為這個塔布隆斯,雖然是我現在看到所有市中最好融入大自然的一個寺廟 這裡有像,這我該怎麼說,像《紙環王》一樣,摩瑞亞和網坑那個穿越的 我不知道它可能會有借鑒到,電影可能會有借鑒到這個部分吧 就它真的很壯觀 然後又很悠長而神秘 可以想當年,我不知道會到底演化什麼樣的故事在這兒 這個場景 看這條路,它就像一條穿越時光的路 在那麼多廢墟之中,在這麼多大榕樹之間 這麼大棵榕樹的根 如此多年,它還依然有長海 而人類的痕跡慢慢開始被抹去,只剩下這些長海 綠色的顏料,我相信它原來可能是藍色的 另一開始這邊退去,人的面孔也模糊,慢慢的不可見 這就是時間帶給我們的疫情吧 我只能說這地方絕了,一天下三燙雨 下機四次了已經,我要找地方去躲 但剛才其實我忘記我包裡還有Buster 所以現在可以稍微悠閒 一點點,我去衛生間洗一下腳吧正好 我買不到的,我的車已經完全被洗車了 給大家看一下我半小時淋雨騎車回來的樣子 就差不多啊 但是今天完成了五哥哭 我覺得我很屌,搶得可怕 來我這裡幹什麼呀 可是我沒有東西給你吃 早知道剛才抓一把花生米給你了 去三樓看看吧 為什麼這周圍有點巧呢 是因為我明天早上要做巴士去曼谷 所以今天就下午找了一個hostel去休息一下 就休息12個小時 然後下午已經養精蓄水組 並且開始剪了視頻 然後我想總結一下這次五哥哭之行吧 其實大部分人不是會去三天嗎 其實我覺得三天會更悠閒一點 其實是挺好的一個選擇 然後因為每個寺廟都有不同的特點 像我這種一天走完的只是因為我懶 其實我在仙利這個地方也待了三四天 大家其實小紅豬看到那幾個有特點的 不管是小圈中圈還是小圈大圈外圈 幾個四廟都是很有特點的 這幾個四就著重去打卡一下就好了 像小吴哥大家都最為熟悉 也是最標準的那個場景 很漂亮遊客很多 左側的建築就是我視頻裡面的 其實人會很少很適合拍照片 就是攀爬的部分會有點多 然後其他就是聖劍四 聖劍四嘛我覺得它當年肯定是很輝煌的 十字通道貫穿了整個四秒 然後它長度也比較差 但是我覺得是非常值得來看的 八龍寺就是高明的微笑嘛 它其實四秒不算特別大 路有點難走 但是因為路邊的那些猴子 所以我覺得家很大的分 然後是比利四 比利四它雖然在路邊看著就是 好像沒有那麼重點的樣子 但是其實人很少 然後非常壯觀很適合出片 寺廟確實是不太大的 但是就是穿過中間那個通道以後 你會感覺忽然開朗 像瑪雅金字塔一樣那種 女王宮也確實不是很大 但路程又特別遠 作為外圈的一個標誌 一個是女王宮 還有一個是叫什麼來著 那是那個印度寺廟 對 然後我覺得其實不需要特別去吧 因為性價比不算特別高 如果時間緊迫的話 然後谷歌導航又是錯誤的 需要導航到它的停車場才是正確的 中上所述 其實我覺得 對還有塔布隆斯 塔布隆斯是擁有一個算是完美的動線 它都有標箭頭了 其實你就跟著那個動線去走就好 它就是最融入自然 然後當年不是拍電影因為損壞了一些嗎 然後外國人又出資修繕 和修繕這個廢墟 然後很多地方都是需要鋼筋去支撐的 它裡面已經有 確實有點支撐不住 然後就是可以看出 餐天那種榮樹啊 時光的痕跡 我覺得就是在時間維度下 人類的痕跡就變得如此虛無 只剩下這些榮樹 告訴你這個地方 所經歷過的年代和時代和故事吧 綜上 這就是我這次去的主要幾個地方了 我希望大家有機會 其實都可以來看一下 現在我最大的願望就是 曼谷的巴士能好睡一點 好我們曼谷見 我們曼谷見 我們曼谷見 午會 我們搭配 看 忘記 cum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